浮生天军和图天军两大至高地存在商量了一阵 决定忍气吞声 把这件事情暂时接过去 不和方寒翻脸 因为他们心中清楚得很 和方寒翻脸立刻就惹下大祸 不但留不下对方 反而还被带走迷宝 大杀一通 多出一个可怕的敌人来 而和对方须衣尾舌 以后足够有时间和机会 找回今天的场子和门面来 好 纪元天军方寒 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暂时接过 我徒弟不败天主 是咎由自取 得罪天军 招子不亮 怨不得别人 浮生天军冷静下来 直接对方喊道 既然你是弥宝的丈夫 结盟的事情也不是不可以 天界的大劫即将来临 各自凭借手段 度过天地破灭大劫 天亭现在正在凝练三十三天至宝 野心非常之大 一旦炼制成功 就相当于多了三十三尊可怕的天军 横扫世间 不成问题 我们启元王朝早就洞彻了天亭的阴谋 几位古老的天军 也在闭关炼制一件 足可以抗衡三十三天至宝的东西 有了几元天军的加盟 以后对抗天亭的机会 大大增加了 不错 不错 和图天军也画风一转 这件的事情 就这样敲定下来 攻守同盟 无论是几元门 还是我们启元王朝 遭遇到天亭的进攻 都要相互增援 不得背心弃义 也唯独如此 才可以化解我们之间的小小冤戏 既然如此 就定下来了 方寒心中暗暗冷笑 他哪里不知道 启元王朝的两大天军 是须以尾舌 现在表面上放弃仇恨 和自己结盟 只要一有机会 就狠狠地咬上自己一口 甚至是杀死自己 不过自己也是一样 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 利用弥宝 榨取启元王朝最大的价值 同时也使得天亭三十三天 至宝一出世 就把锋芒指向启元王朝 好使得自己有时间 把法力修炼到达更高的境界 绝代 化道 虚无 诸神 你们还不退出去 以后不准来到弥宝的府邸搅扰 知道了吗 扶生天主抱贺一声 这四大天主面面相去 都准备退出去 他们的眼神中也全部都绝望 弥宝从此之后 地位不可动摇 得到了纪元天君方寒的守护 恐怕进入起源之地 接受一些古老意念传承的事情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四大天主带着无限的屈辱 走了出去 一个个神色落魄 方寒看着他们的背影 无动于衷 弥宝的府邸之外 四大天主突然停留了下来 其中化道天主 儒雅之风禁尸 脸色惨白 刚刚是元气大伤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才能够恢复得过来 可恶 可恶啊 本来这次对付弥宝 十拿九稳 却没有料到 半路杀出一个纪元天君方寒 这么厉害 把我们的计划毁于一旦 话到天主歇斯底里的长孝连连 一口怨气 清净五湖四海之水 都难以洗刷 没有办法 人家是天君的修为 不可抵御 而且 此人实力极其强横 嚣张至极 没有看见一掌 就击溃了浮生天君 和图天君的联手吗 这种修为 足足比得上一些 真正不灭的远古天君 这样强横的实力 谁不忌惮 足可以纵横古今天下 绝代天主苦涩的道 我一生好强 就想镇压过弥宝 不过这次却是不行了 他肯定比我早修炼到达天君 那也不一定 虚无天主恶狠狠地道 去起源之地 继承那些古老意念的传授法力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起源之地危险重重 里面那些古老意念 是曾经陨落的无上天君 甚至还有媲美先王的存在 他们虽然陨落 但是意念却被起源先王禁锢起来 有一些无上魔念 天地煞念 都在其中 进入其中接受传承 危险无比 一个不小心就要陨落 那倒是 起源之地 天君陷入其中 都难以脱身 甚至会身受重伤 曾经有一位外界的天君 深入其中 想获得起源之地中的一些宝藏 但是却被困在其中 直接死亡 我们进入其中 接受起源先王遗留下来的一些 古老意念传承 困难重重 必须要有护道人 而一位天君进入其中守护 肯定不够 必须要多为天君守护 所以才一直为了这个事情 必须要召开会议 诸神天主道 所以 这次方寒的出现 倒是一个机会 不错 是大好机会 你是说 我们起源王朝的天君 会让他进入起源之地中 为弥保护道 绝代天主眼神一亮 不错 这种危险的行为 就交给他去做 合情合理 到时候他说 不会陨落在其中 对 就算不陨落 也会身受重伤 不能够自拔 起源之地接受传承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要不然 我们早就 进入其中了 诸多天君 不愿意互盗 是因为起源之地 太过凶险 而且一次出动 三位以上的天君 起源王朝就空虚了 到时候 被外敌锁成 也是一件顾虑的事情 这次事情都解决了 而且 我们也可以乘机 进入起源之地中 等待那起源天君 扫清了障碍 接受传承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不错不错 好机会 好机会 四大天主议论纷纷 闪烁而去 似乎是在 计算着什么阴谋 弥宝府邸之中 方寒端坐了下来 和扶生天君 和图天君 在商谈什么大事 弥宝 风白雨等人坐在一边 纪元天君 你既然是弥宝的丈夫 手段高强 那这次正好成为 弥宝的护道人 护送他进入起源之地 接受起源祭坛上 许多古老意念的传承 和洗礼 晋升到达天君的境界 和图天君 看见和方寒的谈话 进入了正轨 立刻开口道 护道人 方寒目光一闪 是这样的 起源之地 是当年起源先王 遗留下来的传承之地 有鬼神莫测之无量玄机 就算是天君进入其中 也十分困难 危险重重 大量的亘古陨落的 意念强者冲涩其中 而起源先王在最中央 留下了一尊祭坛 经受过祭坛之中 古老的意念洗礼 就可以有很大机会 晋升到达天君 不过我们 最少要三位以上的强者 进入起源之地 才能够守护弥宝 不受伤害 但是这样一来 起源王朝空虚 很容易被外敌入侵 和图天君侃侃而谈 所以 纪元天君以法力高强 一人抵挡住三位天君 作为弥宝的护道人 最为适合不过 扶生天君道 如果同意 明天 明天你们就可以进入起源之地 帮助弥宝 接受传承 我身为弥宝的丈夫 这件事情 责无旁贷 方寒点头 他心中稍微一算计 就看出来了诸多人物的阴谋 心中暗暗冷笑 却也不拒绝 不管怎么样 帮助弥宝先修炼 到达天君的境界再说 弥宝一旦成为了天君 在起源王朝之中 立刻就属于决策层 地位和现在 不可同日而语 好 那就这样敲定了 起源之地 非常危险 接受传承也是一件大事 你们就好好地准备 明天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诸多天君 就开始传承之门 送你们进入其中 直到接受了传承 再接引你们出来如何 河图天君 好像放下了心中一颗大石 站起身来 对着浮生天君 使了一个眼神 两人告辞而去 刷 两大天君离开了这里 到达虚空中 这才停留下来 河图 真的让这纪元天君 进入起源之地 浮生天君问道 起源之地虽然危险 但机遇也非常之多 万一让方寒 进入了起源之地 得到什么神物 那岂不是如虎天意 再也没有人对付得了他 哼 得到神物 哪里有这么容易 当年洪荒天君 进入其中 收刮了几件神物 也差点没有能够全身而退 他一个最初诞生的天君 强横也强横不到哪里去 能够进入其中 获得神物 简直搞笑 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借助他的开路 在起源之地中 获得一些东西 他不过是一个开路人而已 只要他进入其中 有的是机会利用他 况且他进入其中 我们只要把起源之门一关闭 他就得陷入其中 永生永世的封印在其中 河图天君冷笑连连 似乎早就计划好了 这件事情 还得和另外几位天君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恐怖天君和洪荒天君 什么时候出关 浮生天君杀气一下浮现 如同千军万马猛烈杀志 快了 一旦出关 这方寒再厉害 恐怕也蹦Q不了多久 秋后的蚂蚱 倒是他身后的殿母天君 混乱天君 是个恐怖人物 还有那个风白雨 世家天君转世 一旦成为天君 也是极其危险 无妨 这次就让他们全部进入起源之地 生死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两大天君彻底离去 方寒的眼神 从虚空之中收了回来 脸上冷冷道 这些天君 一个比一个会算计 不过是自作聪明 怎么 方寒 你有万全之策 弥宝问道 自然有 不过在进入起源之地以前 我得再次为你提升实力 你的分宝岩还在吧 万恶之缘封印在其中 我今天就彻底为你打开 方寒手一伸 第1441章 十一乌字 方寒好不容易见到了弥宝 两人都非常高兴 不过明天就要去神秘的起源之地 两人也并没有时间去叙旧 诉说进入天界之后的种种情况 而是直接就开始祭连倒数 为明天去起源之地做准备 首先 为了弥宝祭连的法宝 自然是分宝岩中的万恶之缘 分宝岩是一件神物 不是宝贝 是起源王朝 当年留给多宝天君的存在 多宝天君在其中封印了万恶之缘 现在方寒就要帮助弥宝祭连 彻底恢复神物的威力 还有打开万恶之缘封印的棺材 看看里面到底是神秘东西 凭借直觉 方寒觉得万恶之缘之中 封印的是极其强横的东西 威震诸天 恐怖淋漓 也唯有修炼到达了天君的他 才能够打开 镇压 不是天君 根本不能够启动其中分吼 而且只有天君 才能够真正发挥出神物的奥妙来 就算是弥宝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剂恋 仍旧是 恢复不了分宝岩的威力来 巴掌大一块岩石 从弥宝的头上闪烁了出来 迎风一晃 就在空间之中不停地延伸 足足宽阔十万里 不过只能够在方寒缔造的小世界之中挣扎 好 这分宝岩之中 居然融合了如此之多的神物 方寒闭上眼睛 打出了一道道的精华 渗透进入其中 进行推演 不一会儿 双眼猛地睁开 眼神之中显现出来了一丝惊讶 分宝岩其中缔造的神物 虽然不天葬之关 但却不在刹那王袍之下 不愧是起源仙锻造的至宝 神物有灵 永生之门 宿命运转 好气长存 方寒一口气喷射了出去 立刻之间 一股超越了鸿蒙之气 混沌之气 原始之气 各种气息的最高之真气击射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是诸天之中 任何人都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 也不知道是黑是白 这就是永生之气 自从方寒修成天君 运转小宿命术 凝结成的永生之门 其中的每时每刻 都有丝丝的永生之气 流入身躯之中 不过这些永生之气十分的微弱 平时不能够排上什么用场 但是对于祭练神物 却大有好处 这也是方寒为什么这么快就 炼化了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的原因 一般的天君 得到神物 要真正祭练 都得耗费很长的时间和岁月 而且融合程度并不大 比如皇甫彼岸得到了时光之杀 没有时间去祭练 干脆就给麾下的后代皇甫大盗用 不过方寒利用永生之气 却可以很快地祭练神物 使得神物恢复先天之妙用 因为各种神物 都是从永生之门中喷射出来的 用永生之气祭练 等于是用母乳喂养婴儿 最为合适不过 一接受到永生之气 那分宝岩 好像是小孩子遇到了母亲一般 对着方寒发出了一种亲切的震荡 分宝岩不停地在空中震荡着 里面层层金币记忆下恢复了光泽 许许多多裸露的岩石 也退去了斑驳 开始变化的 好像是玉智一般的晶莹 不过却显现出了苍老的气息 这种苍老的气息 更加增添了亘古的韵味 万恶之源神观 出来吧 方寒神色一动 突然就触摸到达了分宝岩最核心深处 封印的万恶之源 那一片棺材空间 大手一抓 顿时轰隆隆 那一片的时空 全部都被抓了出来 一片古老的时空宇宙 其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棺材群 在棺材群的中央 一尊巨大的棺材 这耸立在其中 好像神王大剑 散发出来邪恶 古老 幽冥 黑暗 腐朽的气息 那就是封印最初万恶之源的所在地 方寒微微一动 神殿弹射了过去 立刻整个棺材群中 邪恶之气弥漫 滚滚的声音 反击出来 足可以毁灭皇者 不过现在这种攻击 根本对方寒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他是无上天君 而且是堪比度过了 三四次纪元大劫的无上存在 当初一点死灰色的大手 就可以把他吓得连连逃窜的万恶之源 现在是一点都无法伤害到他 来 米宝 我要祭连万恶之源了 打开那口神关 你就把这份宝炎和身躯真正的融合 学习我的纪元之道 全身躯体 演化神阵 方寒用手一点 一道道玄妙的意念 冲入了米宝的眉心中 立刻之间 米宝的全身就沸腾起来 突然散开 开始演化一眉眉的 晶体神国似乎的东西 然后一口就把分宝炎给吞了进去 那分宝炎一融入了米宝的身体之中 立刻就开始弥漫出阵阵宝气 无数的宝气缠绕他周身旋转 天君的本源都显现了出来 咔嚓咔嚓 一阵阵的晶体凝固声音 从米宝的身体上传递出来 力量增长 增长 再增长 十分快速 几乎是到达了一种极限 方寒猛的一下 看穿了虚空 似乎就看到真理圣地之中 那天君 后补榜单上面 米宝的名字 在不停地跳跃着 最后到达了第一名 然后隐藏下去 分宝炎 不愧是诸天神物 一旦融合 其效果比融化一尊天君的尸骸 还要强横 方寒点点头 脸上显现出了一丝笑容 就让米宝去参悟 而他面对了古老时空宇宙之中 那一片棺材群 突然 一口气息激射而出 碰 一尊普通的棺材炸开 邪恶之气弥漫 方寒一下 就看到了那棺材之中 一尊闪烁着乌光 带着淡淡金色 乌金一般的海骨 在不停地跳跃 震荡 陡然升腾了起来 这是一尊极其强横的乌族尸骨 按照气息 应该最少都是圣人以上的修为 而且力量诡秘 方寒用手一点 这乌金色的尸骨就炸开 化为了一个极其细微的符文 落入到达了他的掌心之中 这个细微的符文 四字非字 四图非图 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方寒何等修为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是古老的乌术文字 这种乌术文字 也是上上一次开天辟地 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乌门文字 乌门文字 非同小可 都是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如果是真正的文字原版 那可以和方寒手上的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媲美 难道 这些棺材 是乌族之中最大的奥秘 蕴含乌术最为原始 最为古老的奥秘 永生之门中 喷射出来的字体符文所画的 永生之门中喷射出来的东西 传闻之中 拥有大纪元的文字 也可以转世 化为人形 那才是真正的 天生大气韵的无敌强者 当年 要不是世间自在 王佛快速 抢夺走了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六字真言 八纳八咪数宝 这六个奇怪的字体 也可以转世投胎 成为人形 各个都可能是一方大能 威震诸天 成为先王都说不一定 同样 造化先王的九个古字 灵 兵 斗 者 阶 阵 列 在 前 也可以化为九尊大能 所向无敌 横扫宇宙 现在的天下 可能就是这九尊大能的天下了 传闻之中 当年原始魔宗的魔主 无上魔祖 就是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了一个 魔字转世所画的 碎裂 一声狂吼 冲入了那片古老宇宙之中 顿时之间 千百座棺材 全部都一下爆炸 化为了滚滚元气 生腾起来 一个又一个危险的符文闪烁着 拼凑起来 居然化为了隐隐约约 十一个古老的污渍 这些污渍 谁都不认识 不过方寒却隐隐约约地 明白其中的意思 他参详着 发现了这些字体代表的意思 这十一个字 代表着巫术之中最高的奥秘 每一个字 化为巫术 都可以演化出 横河杀术一般多的秘术来 千百棺材 其中的尸体 化为一道道的符文 最终却化为了这十一个字 每一个字 都不属于那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 还缺最后一个压轴的字 这一个压轴的字体 一旦出现 那巫道之最高奥秘 就被我掌握 纪元神阵 纪元之道 再度上升 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方寒心中微微有一些波动 他的纪元之道 自从修成天军以后 又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再想参悟前进一步 就很困难了 现在又有进步的希望 真是大好事情 心思电转之间 他的目光又激射 向了那最大的棺材 神王大剑一般的神官 给我开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对着棺材激射过去 那棺材 似乎是感觉到了威胁 立刻之间 棺材震动 其中一波波的黑气凝聚出来 那尊死灰色的大手又出现了 你的眼将成为我眼 你的骨骼将成为我权杖 声音响彻珠天 方寒猛地站立起来 一掌拍出 天军微能显现 立刻就把死灰色的大手拍得粉碎 随后又是一掌 狠狠地击杀在古老宇宙之中的棺材之上 咔嚓 棺材四分五裂 无数的万恶之源气息 冲天而起 但是都被方寒封印 方寒一眼看了过去 就看到了 那万恶之源的气息深处 一尊巨大的乌骨尸骸 突然睁开了眼睛 整个天地 一下转为了古乌之国 力量居然超越了天军 第1442章 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好强大的气息 方寒心中都吃惊了一下 那神秘的棺材一被打开 其中乌骨尸骸坐了起来 立刻乌云滚滚 把天都遮住了 要不是方寒的力量 封锁整片时空 恐怕整个起源王朝 都要淹没在乌云之中 而且这乌云 是一股桑乱之气 万恶之源 就算是至尊皇者沾染到了 都要狂乱 疯癫 不能自拔 一身道数 全部丧尸毁灭 失去修为 沦为狂魔 谁打扰了乌界之主的沉睡 谁唤醒了沉睡之中的乌亡之王 打搅我睡眠的存在啊 你必定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古老 神秘 强大 浩瀚 诡异 邪恶的力量 复苏了 方寒甚至看到了 那乌骨一般的尸骸上 大量的乌黑色血肉 在凝结 生长 如动 一尊骸骨 似乎又要生长出来血肉 不妙 这尸骸 到底是死还是活 似乎是陨落了 但残余的力量 居然还能够生长出血肉来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过不能够让它再这么生长下去了 否则会变成一尊恐怖无比的魔头 方寒身为天君 力量非同一般 推算之道 也可谓是天下无双 一瞬间就判断出来了 眼前这尊骸骨 最少都是天君的修为 甚至有可能是那种 所向无敌的远古天君 不能够让它复活过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镇压不住 被其走脱 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纪元神拳 天葬之关 方寒想也不想 抱身而起 对着古老宇宙之中的巫古尸骸 击杀了过去 那巫古尸骸 挥舞着枯瘦的双手 连连演绎 打出了一片片的古老巫术 整个古宇宙都一下沸腾起来 似乎要把方寒直接淹没在其中 纪元神拳击杀在上面 居然显现不出来一点的效果 还好方寒的纪元神拳 只是一个幌子 天葬之关轰隆隆地镇压下来 朱红色的棺材 发挥出最为强横的力量 竟然一下就把巫古尸骸 给装在了进入其中 然后熊熊的纪元真火 开始爆炸 在棺材之上燃烧起来 竟然是直接祭连那古老的尸骸 在咒不及防的偷袭之下 古老巫古尸骸也没有防备 就被装了进入 虽然先前封印它的棺材 十分神妙 但却远远比不得天葬之关 一被封印进入其中 居然无法出来 不过强横的力量 在天葬之关中 却显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棺材内部 不停地传达出来震天的爆炸 那强横尸骸在攻打 以波波的力量 震得方寒的晶体神国 都有一些虚浮起来 破 一口永生之气 喷射在天葬之关上 立刻这棺材的力量大增 方寒手捏法绝 顿时三股元气 重身体上冲刷了出来 每一股元气 都化为了一尊仙王 分别是起源 真理 造化 三大仙王一个爆炸 化为了滚滚的火焰 再度增强了 纪元火焰的威力 三大仙王炼谷 方寒彻底地展开出了 自己真正的实力 在炼化的过程之中 纪元神阵的威力 到达了最大状态 甚至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 也一道道地刷了出来 不停地灌注 进入了那天葬之关中 刹那王袍 彻底发挥出了实力 里面的刹那 真得飞了出来 对着棺材之中 不停地轰击 方寒更是逆转时间 外面每一个时辰 里面就过去十万年 他就这样不停地 祭练着 足足祭练了 三十万年的时间 那棺材之中的动静 才越来越小 随后一股 极其强烈的怨气 冲了出来 经久不息 这怨气怨天怨地 怨人 方寒却是直接一口气息 就把这些怨气吹散 消灭于无形之后 随后手掌一番 棺材盖打开 顿时一道 尘服不定 散发出来了威震诸神 统领一个纪元的 无上威力 这个古老的文字 是上古时代 上一个天地大破灭之中 最为盛行的巫字 一个真正的巫 这个巫 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最原始的那个文字 很显然 这个被封印的万恶之源 就是传闻之中 巫界之主的尸体 是巫字转生的人物 超越了天君的一丝气息 方寒心中激动起来 猛烈地推算着 这巫界之主 传闻之中是先王的修为 不过后来经过了无数次大战 居然陨落了 先王的法则全部破损 所以才落得现在这个模样 不知道怎么到达了 起源先王的手中 再次给多宝天君 流落到达下界 就成为了分宝岩的主人手中 最后是弥宝的 这个尊贵的巫字 猛烈流转 突然一下震荡 本来融入了方寒身躯之中的 十一个古字 突然飞了出来 围绕这个巫字团团旋转 巫字在中央 恶邪诸士丧腐迷藏商 轰尸十一个古字在周围 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巫术文明 演化出来了大千世界 碎裂为微尘一般的神通 倒数传承来 好 好法宝 好古字 这十二个古字 都是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好东西 和六字真言 九字道密一般无二 甚至在杀伤力上 更要强横得多 得到了这些古字 我的纪元之道 起码省去了一个 天地大破灭才有的参物 方寒张口 把十二个古字吞了进入口中 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纪元神阵威力大了许多 尤其是那个巫字 几乎是威力比六字真言 九字道密 不要大得多 那六字真言 九字道密虽然厉害 但比起巫字来 却少了一个纪元雄霸无敌的沉淀 方寒现在是彻彻底底 把万恶之元炼化 化为了十二个古老的巫术文明字体 融入纪元之道中 简直是足足增加了一个 混沌纪元的修为和沉淀 现在方寒的修为 足足相当于三四个纪元的 老一辈天军怪物 这都是因为融化神物的效果 而现在 再次融合了十二个古老巫字 方寒就足足相当于 与四五个纪元的老一辈天军 天葬之官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刹那王袍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九字道密和六字真言 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而现在得到的古老巫字 也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再加上本身的实力 方寒的种种手段 满打满算 现在方寒已经比得上 活了五个混沌纪元的怪物天军 超级强者 活了五个混沌纪元 有多么的恐怖 杀戮天军 灾难 永恒 混沌 这些天军 也都只活了五六个混沌纪元 也就是说 现在的方寒 已经真正能够和他们抗衡 单对单 怎么都不会逊色 好 很好 非常之好 方寒融合十二个古字之后 自身修为再次大增 志得一满 睁开了眼睛 本来这次去起源之地 倒是有一些麻烦 现在增加了一个纪元的修为 可以真正地和那些上古天军媲美 如果这次再度进入起源之地 获得一些神物 那么我可以直接到达混乱天军 甚至这起源皇朝 洪荒天军这种层次 甚至比得上一些古老的戒主 比如五戒之主的五祖 法戒之主 鬼戒之主等人 方寒知道 这个天地之间 先王已经不出世 但是这个天地之间 还是有那种极其变态的天军 比如法戒之主 传闻之中 这位天军 拥有十个纪元之上的修为 并不是因为 他活了十个混沌纪元 而是他也和方寒一样 获得了永生之门中 喷射出来的诸天神物 增加了自身的修为 不过神物也是有限 只有那种极其强横的神物 融入身体 才能够直接提升一个 混沌纪元的修为 比如方寒的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 又比如鸿蒙殿 当然 无论是天葬之官 还是鸿蒙殿 都没有被发挥出最强的威力来 一旦发挥了最强威力 彻底练化 绝对不止增加一个 混沌纪元这样的修为 甚至会增加三个 四个 五个 这可是仙王打造的最强神物 方寒 你炼化了万恶之源 威力觉得如何 弥宝突然睁开了眼睛 对着方寒道 方寒看了出来 弥宝也彻底融合了 分宝岩这件神物 修为已经可以媲美天君 就算是天君 现在也杀不了弥宝 甚至都有可能平分秋色 当然是这一个 纪元之中诞生的天君 像河图天君 浮生天君这种 活了一个混沌纪元的老怪物 弥宝就不是对手了 我完全可以守护你 进入起源之地 接受天君传承 晋升到达天君的境界 方寒微微笑道 你晋升天君 我就放心了许多 我们也可以真正联手 对抗天庭了 天庭不日 就要把三十三天至宝炼制成功 到时候 第一个肯定来毁灭丹界 和我的纪元门 难以抗衡 我一定要修成无上天君 为你分担压力 弥宝眉毛一挑 散发出了凛然之气 我也快要修成天君了 不 是重新晋升为天君 一旁的风白雨突然到 他的背后 佛光越来越浓烈 世家王佛天君的气息 越来越浓郁 第1443章 贪狼之主 方寒心情大好 这次和米宝一阵修炼 不但炼化了分宝炎 还得到了里面的万恶之源 十二个古老的污渍 整个污界的精华之所在 修为直接增加了一个纪元 相当于经历过了一次 天地破灭大劫 而且风白雨的修为 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一旦苏醒世家王佛天君的记忆 恐怕真的又是一大助力 除此之外 风遥光 也把不败天主的所有道数凝炼了一遍 修为越发金银剔透 进入启元之地 更加有把握 启元之地虽然危险 但是却也蕴含着颇多机遇 是启元王朝第一重地 启元先王缔造的无上传承之地 天君进入其中都异常危险 不过这次方寒进入其中 却准备大肆收刮一番 他也知道 启元王朝的人利用自己 进入其中 抵抗邪恶的存在 王朝的人却可以大占便宜 不过 他也就将计就计 现在修为提升 更有把握 让启元王朝 吃一个大大的哑巴亏 纪元天君 弥宝 你们还请前来 来到启元殿中商量大事 突然之间 一阵声音从天而降 在方寒布置的进法之外 轰隆隆地响彻着 是时候了 修炼这么久 也到达了第二天 方寒站立起来 带领着弥宝 风白雨 风遥光 小黄 身躯一转 一步踏出时空流转 就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殿堂中 这大殿堂建筑宏伟 呈现出一种青色 好像玉一般 不过方寒看出来了 并不是材料 而是一种法则凝聚而成的 非常坚固 是传说的刚之法则 修炼到达精细法则 到达了一种极点 才能够凝聚得出来的法则 这法则无间不摧 无物不破 天君都不能够一下摧毁 整个大殿 都是刚之法则凝聚而成 可见建造大殿之人的强横 只怕是这个世界之中的顶尖角色了 不过 方寒直接看向了这殿堂 最中央身处的一座门户 那门户呈现出了起源的颜色 似黑似白 轻拙难分 这是起源之门 起源先王锻造的门户 上面禁法伶俐 比起单界的门户更为强横 天君根本无法攻破 现在起源之门紧紧地关闭 可以看得出来 一旦打开 起源之地就在其中 巨大的危险 也在其中酝酿着 在整个大殿站立着六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浮生天君 和图天君 而另外四个人 居然也是天君 两男两女 六大天君 同时站立在起源殿中 看见方寒的到来 众人都是一惊 因为他们都没有方寒 是如何跨越时空来到这里的 这是起源王朝之中 所有的天君了 除了洪荒天君 恐怖天君没有来到之外 都到达了 两男两女 分别是县计天君 傲视天君 洛川天君 蝶恋天君 弥宝的意念 传递进入了方寒的脑海之中 看到六大天君 一一行礼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方寒却就站立不动 就是微微点头 无上强者 同样的生命层次 平起平坐 双方都孤傲 方寒目光一扫 就已经看出来了 六大天君之中 以两个女天君法力最高 洛川天君 身穿翠绿色的衣服 水泻长裙 衣袖飘飘 身上环配叮当 有古典侍女的风范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 之前成到的大能 而蝶恋天君 则是一身白色的衣服 衣服上刺绣着 许多翩翩起舞的彩蝶 每一只彩蝶都灵动潇洒 在天地之中舞蹈 这个女天君 田静 悠然 让人一眼看上去 就觉得来自心灵的无上安慰 除此之外 两个男天君 献祭天君 傲视天君 都和浮生天君 和图天君的修为相差不多 这些天君 比起皇府彼岸 战王天君目也荒 义天君 苗离天君 都要厉害一些 不过对于天庭的天君来说 却是逊色了许多 算起来 起源王朝有八大天君 现在这六大天君 还有恐怖天君 洪荒天君 人数虽然比天庭多 但是灾难 永恒 混沌 杀戮 任何一尊 都可以抵上两三尊都不止 方寒计算了一下 起源王朝虽然兴盛 但是天君的质量 却不如天庭 更何况 天庭在远古时代 也有着混乱天君 化天君这样的高手 只是一个反出天庭 一个直接死亡 当然 起源王朝在远古时代 更有多宝天君这样的至尊强者 还有一个开创了 太上九卿天的太上天君 但是 天庭却出了一个殿母天君 超越所有的天君 直追先王 不过 眼下这六大天君非同小可 如果联手起来 足可以镇压方寒 这一点 方寒自己心中也非常清楚 不过 他现在也今非昔比 就算六大天君联手杀他 和他死磕 他固然被镇压 但是其中最起码两尊以上的天君 要被他拉去陪葬 这一点 在场六大天君心中也非常的清楚 不过 那洛川天君迭恋天君的实力 还是隐隐约约 让方寒心中有一些忌惮 要不是方寒刚才炼化了污道十二古字 否则的话 还要忌惮得深刻一些 纪元天君 现在你已经和我 起源王朝结盟 以前的一切种种 都可以既往不就 从现在开始 双方就是坚定的盟友 那个女天君落川天君开口了 好像是六大天君之中的主心骨 我们起源王朝的传承之地 就不用多说了 天君进入了其中 都不一定能够出来 里面的规则 完全不同 不过米宝身上的分宝炎 是传承令的作用 可以得到起源之地 深处的传承祭坛 得到其中古老意念的传承 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作为米宝的护道人 必然能够守护他成为天君 好了 诸位就请打开起源之门 我们进入其中吧 方寒微微道 好 洛川天君对着其余的 五大天君使了一个眼色 六人同时念出了一个咒语 手中多出一道钥匙形状的符 对着起源之门进行开启 咔嚓 一阵缓缓的石门开启的声音 响彻起来 随后一个漆黑的世界 连光线都被吸入其中消失不见 违反了一切规则的世界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嗷嗷嗷嗷 一阵凄厉的长笑 宛如月夜之狼晚上的狂笑 从石门深处扭曲的世界中 传递了出来 凄厉无比 众人身上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轰隆 突然之中 石门之中 扭曲的世界 一阵太古凶煞之气突然凝聚 然后一声狂吼 元气爆炸 众人就看到 一只硕大无比 好像太古城池一般的狼爪 从门户后面探了出来 那狼爪上面是青色的胸毛 指甲根根 堪比最为锋利的神物常见 撕裂苍穹 撕裂诸天 毁灭苍生 对着外面的诸人 甚至诸多天君都狠狠地抓了下来 不把人撕裂粉碎 事不罢休 不好 这是贪狼之主的意念 贪狼之主是远古兽道 三个纪元之前的无上兽主之一 极其强横的天君 但是陨落了 启元先王当年收集了他陨落的残余意念 封印在启元之地中 现在居然恢复了过来 不能够让这古老的意念冲破门户 否则后骨不堪设想 何图天君 浮生天主看着那巨大狼爪 直接探了出来 脸色一变 贪狼之主 上古兽道之中 一位无上兽主 风白鱼也变了颜色 他已经渐渐苏醒了 来自远古世家王佛天君的记忆 深深知道 三个混沌纪元之前 兽道文明是多么的恐怖 其中许许多多的兽主 都拥有强大而野蛮的战力 穿梭在无数个异度时空之中 那个时候是野兽的天堂 是修士的噩梦 尤其是这贪狼之主 更是其中的强横兽主 凶威镇压天穷 不知道多少天君陨落在他的手上 凶横的意念 可以直接把一个又一个的宇宙毁灭 重生 凶 就一个字 是贪狼之主的代名词 封义 立刻封义 千万不能够让贪狼之主的意念出来 就算不是真身 是意念 也可以杀死天君 把我们起源王朝之中 搅得腥风血雨 这起源之地 实在是太恐怖 起源先王当年什么都往里面放 缔造这一个恐怖的传承之地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难道就不怕有早一日 那些古老的意念都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天大的祸胎 六大天君纷纷怒吼 抱身而起 就要联手施展出封印 但是就在这时 方寒抢先出手了 刷 方寒手刀一扬 一到命运之长河 滔滔不绝 滚滚向前 一瞬间 一个刹那 就斩杀在那巨大的狼爪之上 那狼爪一番 上面居然发出来了凶狠的兽气 千万狼笑 从上面浮现 每一声狼笑 都等于是一头上古天狼 在燃烧所有的生命 对着天地进行祭祀 众人都看到了一幅图画 那就是 整个宇宙之中 化为了茫茫无边无际的草原 无数天狼对着月亮狂笑 月亮都成为了血红的颜色 血月线 天狼笑 方寒连连变化 突然命运长河之中 出现了六字真言 九字道密 还有那十二古物字 一阵之间 全身气息飞扬跋扈之间 我为宇宙之雄的大势显现出来 咔嚓一声 就把狼爪阵列 我记住你了 那狼爪突然一下缩了回去 传达出来了贪狼的诅咒 第1444章 洪荒天君 方寒出手 就把贪狼之主击退 六大天君都震撼了一下 对望着的双眼之中 都显现出来了惊异万分的神色 尤其是浮生天君 和图天君 他们昨天回去之后 对于方寒的能力 进行深入了推算了一下 大约已经知道了 方寒的实力在什么程度 从而和诸多天君商量 针对这种实力 做出了种种判断和对策 但是今天看来 方寒的实力又有提升 而且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提升 好像是多活了一个混沌纪元 这种实力 简直太过恐怖 也标志着他们的种种计划 都要被打乱 一切针对方寒的行动 都要重新规划 方寒的身不可测 荡漾在诸多人物的心头 有几位天君看着方寒 信心都动摇起来 方寒目光横扫了一眼在场的诸位天君 哈哈一笑 六大天君的反应 他都看在眼睛之中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哪里不知道 这六大天君 肯定会针对他 做出种种情况 甚至会在他进入起源之地以后 暗算都说不一定 现在 自己展现出来了 比他们推算之中 更为强横的实力来 打乱他们的计划 就获得了时间和机会 哈哈 贪狼之主虽然厉害 但毕竟不是三个混沌纪元之前的 那尊无上寿主了 六位倒是不必担心 我这就护送弥宝进入其中 斩杀这古老之意念 让弥宝接受天君之传承 一声长啸 方寒大秀一卷 无数晶体神国 化为了滚滚长河 把弥宝 封白羽 封遥光 小黄都包裹在其中 端坐纪元神阵 冲入了起源之门 顿时就消失不见 方寒的动作极其的快 还没有等待六大天君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进入了其中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六大天君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久之后 速速关闭起源之门 让那方寒如无法出来 他进入了起源之地就好 一切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接下来 我们重新商量对付他的计划 此人太可怕了 不过是一个心境生的天君而已 居然这么强横的力量 他的力量 比起我们的推算 一夜之间 怎么强大了这么多 简直是相当于多活了一个混沌纪元 经历过一次天地破灭大劫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还是他在以前 就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蝶恋天君这个女子 也迷惑起来 现在我们怎么办 按照先前的计划形式 也联手进入起源之门中 催动其中的阵法 让起源之地的所有古老意念 都注意到达方寒的身体上 而我们带领麾下弟子 悄悄潜伏接近传承之祭坛 然后各自接受传承的意念 冲击天君大位 这个计划 始终要实施的 哼 可惜啊可惜 我的徒儿不败天主 就这样被他杀了 否则的话 这次也可以进入传承之地 接受古老的意念 晋升到达天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进入传承之地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传承之祭坛 乃是起源 先王得自上古祭祀之道圣坛 以自身法力 锻造了无数个年月 经历过了十次天地 大破灭以上的结束 还配合诸多远古天君 才祭练而成的 进入其中接受传承 就要遭到像贪狼之主 这些无比厉害的意念围攻 天君都得死于非命 不过这次 那祭源天君方寒吸引火力 我们配合起源神福潜伏进入其中 那就轻松了许多 不得不防 方寒的实力增强了这么多 得先搞清楚什么原因 才能够行万全之事 六大天君意念交织 瞬息之间 千万主意 各种商量都在连续的推算之中 就在这时 一股古老的洪荒意念 突然降临了整个殿堂之中 六大天君全身一震 不可置信地看着 虚空中这洪荒意念的源头 洪荒天君 洪荒天君 你闭关修炼神物 醒来了 洛川天君 蝶恋天君两大女子 尤其是惊喜 没有 还差一点点就全功了 那古老的洪荒意念 传递出来了声音 他居然就是 起源王朝之中的最强者 足足活了八个 混沌纪元的老怪物 超级老古董 洪荒天君 不过 你们计划的事情 我已经知晓 更知道了 纪元天君方寒来到这里的事情 纪元天君 义君突起 晋升为无上天君 还没有多久 就大杀四方 占据丹界 夺取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 更是得到了佛门的六字真言 道家的九字道命 这些都是无上之宝 而且 他于昨天 竟然直接把 弥宝分宝 盐中封印的乌界之主 残留一些尸骨炼化 得到了从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十二个古乌字 导致自身法宝 暴涨了一个混沌纪元 这是他法力 为什么会突飞猛进的原因 什么 他的法力 已经到达了 可以炼化乌界之主 残留尸骨 反本还原 提炼出乌字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 当年多宝天君都做不到 任何天君 只要一记恋乌界之主的尸骨 就会被其中的万恶之气污染 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之中 浮生天君大吃一惊 这纪元天君有独到之处 他第一是 得到了殿母天君命运的传承 第二是独自领悟纪元之道 第三是把起源 造化 真理三大先王的绝学 全部融会贯通 第四拥有天葬之官这种法宝 第五 他已经成功地沟通了永生之气 所以 才会把乌界之主的尸骨 这么快就提炼出来 洪荒天君 居然事事都知道 啊 那他如此之厉害 进入起源之地 岂不是 何图天君都震惊失去了颜色 那也没有什么 一切种种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当年 我进入起源之地 留下了一些后续手段 这次纪元天君方寒进入其中 必死无疑 也是我们起源王朝的一大机会 他的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 都是无边神物 先王都要垂涎的至宝 一旦得到 我们起源王朝 就会横扫天下 甚至下一个纪元 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洪荒天君 发出了滚滚的声音 天庭 的确是狼子野心 永恒 混沌 灾难 杀戮 雷帝五大天君 正在凝练三十三天至宝 不日就要成功 到时候肯定会横扫天剑 真理圣地 起源王朝都在他们横扫的过程中 不过 我如果得到了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的话 就可以真正抗衡 甚至斩杀了这方寒 我们还可以直接毁灭丹剑 把那鸿蒙殿 也直接夺取在手上 洪荒天君 原来早有算计 六大天君都松了一口气 既然此事 洪荒天君都这样算计 那可见是万无一失了 我们现在怎么安排 就全听洪荒天君的计划 好 你们 那洪荒天君的滚滚声音 突然之间化为了六股意念 钻入六大天君的石海之中 让六大天君知道了 事情该怎么做 两久之后 六大天君突然睁开了眼睛 对望眼 脸上显现出了笑意 何图天君大笑一挥 绝代 画道 诸神 虚无 锋锐 刃痕 古彻 你们都出来吧 刷刷刷 七声响 七大天主 各个都雄霸天地 纵横天君之下 挥斥方球的高手出现了 其中四位 是在昨天和方寒争斗 被彻底压制住 挥头土脸的天主 而其余三位 各个锐气冲天 似乎是刚刚出关 参见天君 七大天主都败了下去 起来吧 洛川天君把手一挥 起源之地非常的危险 无数古老意念充色其中 天君都不得善终 本来早就想把你们带入其中 接受祭坛之传承 不过始终抽不出身来 但是今天却有了机会 一起进入其中 成为无上天君吧 天庭能够炼制三十三天之宝 我们起源王朝 也可以造就出一批天君来 可惜啊 我的徒儿不败天主不在其中 看着七大天主 浮生天君恶从心头起 怒从胆边上 浮生天君放心 我昨天在闭关 没有见识到 那纪元天君的手段 不过 我必会修成天君正德大道 把他斩杀 为公孙不败兄弟报仇 一个天主 浑身就好像一口刀锋 时时刻刻都散发着 锋利的气息 正是锋锐天主 不错 我晋升无上天君 没有一点阻碍 正德大道之后 必杀纪元天君 把他踩踏在我的脚底下 又一个锋利的男子道 这是认恨天主 我也要让那纪元天君 跪在我的面前 求饶 天君又如何 我就算不晋升天君 也可以把他斩杀 以天君之下的境界 斩杀天君 我要做那古往今来 无数纪元之中 第一人物 这个声音 更加的狂傲 更加的不可一世 这是古彻天主 三大天主 一个比一个狂傲 不过起源王朝的六大天君 都暗暗点头 好 有着志气 来日必定成功 走吧 进入起源之地 寻找到传承之祭坛 接受传承 说话之间 六大天君一跃 带领七大天主 也进入了起源之门中 最后 起源之门轰隆一下关闭 第1445章 时光武士 方寒 我总感觉到不好 起源之地 传承险恶 鬼神陨落之所在 我们已经进入了其中 别的倒不说 我就是怕那些 天君是别的什么绊子 暗算你 我看那浮生天君 何图天君 对你都已经怀恨在心 杀死不败天主的仇恨 没有那么容易化解 一片扭曲的时空中 弥宝对方寒说话 脸色十分担心 同时 他的身躯也有一些微微战力 这是对于未知的凶险 一进入起源之地 他就感觉到 自己几乎是被许多意念盯上了 无边的杀念 无边的意志 在自己身体上扫来扫去 他就感觉到 自己是冰天雪地 赤身裸体 站立在群狼的环绕之中 这起源之地 进入其中 是一个巨大的荒芜平原 脚下全部都是腐朽的土地 还有流沙 各种风化的尸骨 天地之中 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而且周围的法则 都异常沉重 时空法则 各种倒数的运用 比起天界外面 艰难了万倍都不止 弥宝突然发现 自己几乎是不能够飞行 催动任何法术 都要消耗无比巨量的元气 难怪这起源之地险恶 人进入其中 受到各种法则的限制 连飞都飞不起来 催动任何一个神通 不要消耗 比外面大万倍的元气 这等于是修士的修为 直接降低了万倍 这还得了 不是死路一条 弥宝融合了 分宝岩这件神物之后 还要好一些 不过也感觉是 浑身束手束脚 一身法力 被捆绑住了一半 都不止 想一想 这起源之地中 还存在贪狼之主那种怪物 弥宝心中就凉索索的 贪狼之主在外面 就已经让天君忌惮无比 在起源之地 那会强横成什么样子 更何况 在起源之地中 和贪狼之主一样强横的一年 不知道有多少 风白鱼也一脸的凝重 死死守护住风瑶光 小黄 他现在的实力 比起弥宝来还要强横 每时每刻 法力都在不停地增长着 因为他每时每刻 都苏醒了体内 世家王佛天君的力量和记忆 倒是方寒 神态自如 就是观察着四周 似乎是在推算着什么 我早就算计到 这些人会对付我 不过也没有什么 我早有预谋 让他们彻底地鸡飞蛋打 方寒淡然地道 起源之地是一个好地方 我可以在这其中 修炼把纪元之道真正的圆满 到达无敌的境界 就那贪狼之主的意念 被我得到之后 我可以完善我的寿道之文明 演绎出来一个新的高度 方寒一进入起源之地 就觉得自己的修为 肯定会借助这其中的种种奇遇 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这起源之地 对于任何天军都极端的危险 但是对于自己 却最为合适不过 起源之道 正要融入新的文明 来扩张大阵 贪狼之主 方寒的意念 从起源之地传播了出去 瞬息之间 就辐射到达四面八方 他要寻找到 贪狼之主的意念 然后直接抓捕 起源之地的法则 比起天界来 都沉重万倍 也就是说 进入其中的修饰 每一个行动 甚至是一个呼吸 一个念头的转动 都要比在外面艰难万倍 沉重万倍 想一想 举手投足 都要沉重万倍的感觉是什么 不过方寒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倒不是因为 他不受法则的制约 这起源先王锻造的起源之地 只要不是先王 都要受到其中法则的制约 但是方寒的力量太强横了 而且误通了起源之道 可以说 他已经把起源之道 推算到达了起源王朝 任何一个天军 都无法媲美的程度 在起源之地 如鱼得水 你们要自己守护好 随时跟随在我的身边 这起源之地 危险是危险 不过机会也很多 我都似乎推算感觉到了许许多多神物的气息 当然 我们寻找传承祭坛 是紧要关头 方寒沉默了一会儿 再次不化 他的双眼 看穿时空 可以看穿诸天万界 最深的九幽 最高的清明 但是却就是看不透这起源之地 无论他怎么运转神眼 都只能够看穿 方圆数十万里扭曲的时空 远处就是一片灰蒙蒙的 根本无法洞彻整个起源之地 到底是什么模样 不过 他却是能够感受得到 起源之地中央 似乎有一股极其强横的力量 在吸引自己 那是一个隐隐约约的祭坛 现在 就是要根据感觉中的方向 寻找到那祭坛 然后进入其中 接受祭坛上古老意念的传承 使得弥宝 甚至封白宇 都修成无上天君大位 虽然说 只有得到了分宝岩这个传承令的人 才可以接受祭坛的洗礼 但是方寒相信 自己肯定有办法 掌握祭坛 祭坛再强横 也不会强大过天葬之官 连天葬之官都被自己收取 还怕什么 走 快速前往起源之地中央 寻找传承祭坛 弥宝也想 自己快点得到传承 修成无上天君大位 刷刷刷 在方寒的守护之下 一行五人 直接在起源之地飞掠 弥宝 风白雨等人飞不起来 但是方寒却可以 灰蒙蒙地扭曲时空 地面上腐朽的泥土 风化的尸骨 显现出了一幅地狱场景 尤其是时不时地有阵阵阴风 从旁边呼啸而过 吹得诸多人物心中寒冷 蹊跷生寒 似乎把骨髓都冻结住了一般 这是九幽神风 注意了 是天君大劫之中的一种劫术 黄者吹到了身体之中 都要法则枯朽 方寒见状 一口元气喷了出去 顿时熊熊火焰在风白雨 弥宝等人身上燃烧 不停地燃烧之间 众人身体才变得暖和起来 九幽神风劫 是晋升天君境界的一个结束 吹入了身体之中 销魂石骨 化为灰尘 歹毒无比 想不到在起源之地之中 这种风居然变成了普通的阴风 起源之地如此厉害 险恶 难怪浮生天君 何图天君这一群人 居然不敢进来 方寒就算是天不怕地不怕 心中也暗叫了一声厉害 九幽神风劫不停地在空中呼啸着 吹拂着 众人睁大的眼睛 就看到灰蒙蒙的空中 时不时出现了一些风漩窝 到处沉浮吹动 吹到哪里 哪里的空间就化为了一些尘埃 吹到众人身体上 众人就一阵寒冷 还好众人的法力 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天主 可以想象得出 这些九幽神风 劫吹到一般的天地同寿皇者 哪怕是古皇的身体上 也立刻地要灰飞烟灭 前面出现亮光了 那是什么 突然之间 风摇光指着前面 果然 一阵阵的九幽神风劫之中 出现了一个个的光点 那些光点 似乎是从一个虚幻的时空之中 走出来的武士 身高三丈 两手空空 好像是由光芒凝结而成的 但是仔细一看 这些武士 并不是纯粹的光凝聚 而是一颗颗光芒璀璨 类似于方寒的 晶体神国组成的身躯 嗯 这些武士 身体是晶体神国 不对 是时光之杀 永生之门中 击射出来的神物 方寒稍微一看 也就看出来了 那九幽神风劫之中 走出来的一个个的光武士 居然是时光之杀 组成的强横存在 一个个又一个的 时光之杀组成的武士出来 足足成百上千 似乎凝聚成了一支大军 杀气腾腾 绝对的杀气冲天 这些时光之杀组成的武士军队 无边杀气 在空中组成了一道道的洪流 显现出了各种凶神恶煞的东西 这是时光之主遗留下来的东西 时光武士 在我们启元王朝的秘典之中记载 曾经有一位外来的天军 偷偷进入启元之地寻找宝藏 想偷窃神物 可是却遇到了时光武士 被围杀而死 弥宝突然到 似乎认识出来了 这些时光之杀组成的武士 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 时光之主 传闻之中 科技文明之中 无比强横的存在 方寒突然之间也开始推算 强大的记忆运转着 一下就明白了 时光之主是什么东西 传闻在非常久远的时代 一个叫做科技的文明 锻造了无比强横的神物 时光之主 就是最强横的神物之一 类似于生灵 是永生之门喷射出来的物质打造的 然后 这时光之主 控制了许许多多时光之杀 打造的武士 纵横天地 毁灭还宇 无人能敌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科技文明在天地大破灭之中消亡 而时光之主也陨落了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时光武士 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这样的话 那时光之主的意念 也肯定会和贪狼之主一样 被起源先王收取了进来 都封印进入起源之地中 杀 就在方寒守护住众人 心中推算的时候 突然那九幽神风节之中 一声嘀吼传递了出来 千百的时光武士 一眼就看到了方寒等人 杀气宛如利剑 天刀出鞘 一片雪亮 划破长空 滚滚击杀而来 本来灰暗的起源之地 彻底变成了雪亮一片 千百时光武士 每一个时光武士 都极其强横 几乎是相当于绝世天主的修为 无限接近于天君 方寒当初从皇府大道身上 夺取到了时光之杀 不过那时光之杀 根本不多 这里的时光武士 每一个身上蕴含的时光之杀 都是皇府大道的千百倍之多 而且每一粒时光之杀 似乎都经过了雕刻 组合 其中密密麻麻地蕴含着法则之纹理 组合成时光武士的躯体 这是天君之上的先王才有的手段 第1446章 大战时光之主 时光武士 这种逆天的存在 只存在于亘古的传说之中 想不到居然出现在了起源之地中 而且对方寒进行击杀 众人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但这是现实 那杀气腾腾 划破黑暗灰蒙蒙世界的亮光 足可以把每一个人都为之毁灭 时光武士 每一尊都强横无比 几乎是相当于没有晋升的华天都 现在这里千百个时光武士联合在一起 是什么概念 千百个华天都一起出手 天君都要直接被打得爆炸 死于非命 也就是说 如此之多的时光武士组合 凝聚成滚滚大军 击杀下来 完全可以杀死一尊无上天君 难怪 曾经有天君陨落在了这里 浩浩荡荡的时光武士冲击之下 方寒都感觉到有一些棘手 一般的天君 更恐怕是要落荒而逃了 要知道 这里是在起源之地 法力 道数 都要受到万倍的限制 而这些时光武士 在当年起源先王炼制起源之地的时候就存在了 根本不受这里的法则制约 反而可以发挥出最为强横的实力来 纪元天幕 无敌大战 方寒面对千百时光武士的冲杀 突然身躯一阵 一道晶莹的天幕出现在了面前 笼罩乾坤 弥天吉地 居然把时光武士一下阻拦住 但是时光武士不停地攻打 每一拳都打出来了震天爆炸 打得方寒布置出来的纪元神阵 都在不停地震荡着 要不是方寒法力高深 很可能都抵挡不住 被攻破大阵 击杀出来 彻底地毁灭 这些时光武士可不但是身体坚固 而且每一拳都有对天君的杀伤力 时光武士是传闻之中 时光之主锻造的 最高知科技文明 蕴含永生之门中的奥秘 不就是简简单单的 时光之杀炼制的法宝那么简单 这些时光之杀每一枚都经过了特殊的手段处理 和皇甫大盗的时光之杀相比 一个是提炼了千百次的十足纯金 而另外一个 则就是刚刚挖出来的金矿石了 差别之大 不可同日而语 轰隆 纪元大阵阻拦在前面 时光武士冲击 方寒全身一震 似乎天葬之关 刹那王袍都停止了运转 一口气居然接济不上来 果然厉害 方寒常吸了一口气 彻底展开了自己苦修的实力 突然一动 大手向前一抓 伸入了纪元大阵之中 刷的就抓住了最前面一个时光武士 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高大时时光武士全身挣扎 可是那里逃脱得了方寒的手掌心 浩浩荡荡的法力 顷刻之间就冲入了这时光武士的身躯 立刻时间 无数的丝线 符文 经络 文明 智慧 传递进入了方寒的脑海之中 他体内庞大的推算能力 就开始一道道的推算 无数的文明开始猛烈冲刷 分析 震荡 这时光武士的身体上是科技文明的最高结晶 里面的任何一丝符文 经络 都蕴含着最为神秘的科技文明 无上大道之奥秘 见一夜 落儿之秋 方寒的推算之道 已经到达了 亏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可以洞彻整个文明的境界 更何况是亏是这科技文明最高之结晶时光武士 纪元之道滚滚运转 无数法力冲天而起 方寒身躯之中的力量简直是翻天覆地 斗转星移 龙蛇起路 刹那之间 方寒的双眼之中闪烁出了无数名物 科技之文明在心中一一流淌而过 他几乎是掌握了整个科技之文明的主宰 无上神威的强横人物 一掌击出 无数的文字 符文流淌而出 纷纷落到了攻击纪元神阵的千百时光武士身躯上 嗡嗡嗡 所有的时光武士 被洞悉了科技之文明的方寒一招之间 全部切断了冥冥之中的联系 居然停顿了下来 就好像一尊尊的傀儡 力量全部收敛 收敛了力量的他们 被纪元神阵一卷 全部都卷入了身躯之中 一共999尊时光武士 全部都被方寒收取 每一尊时光武士 都强横到达了极点 一只不可毁灭的强横大军诞生了 这只大军 连天军看到了 都要被撵得到处飞跑 根本不可能有一点的还手能力 这可是永生之门中 喷射出来的时光之沙 用最高之科技文明锻造的武士 这些时光之沙 真是精炼 一枚一枚都蕴含天龙 神虎 大剑 堡垒 巨人 无数的加持之力 每一尊时光武士 都是八亿四千万枚 时光之沙晶体组成 一旦觉醒 每一枚时光之沙 都能够发挥出无敌之神通 方寒把所有的时光武士都收去了 仔细地研究 他们身躯之中的一切 对于科技之文明更加洞彻 他的身躯之上 一阵闪烁 横河杀术一般的晶体神国 开始了融合科技文明的最高之精华 不一会儿 众人都看到 组成方寒 晶体神国的身躯 一阵阵颤抖 每一枚晶体神国之中 都多出了无数的虚影 或者是巨大神传 或者是钢铁古堡 或者是各种 只有科技文明之中 才能够诞生的 力大无穷之怪物 方寒的力量暴涨 纪元之道 是又参悟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缘故 这时光武士 每一尊 都有一尊编号 从二到一千 方寒手一挥 再次把炼化了 融入自己烙印的 所有时光武士 都释放了出来 这些时光武士的身体之中 都悬挂着数字 形状很奇怪 但是方寒却知道 这是科技文明 独特的文字编号 999个武士 每一个身体之中 都有一尊编号 是从二到一千 这也就是说 时光武士 一共有一千具 唯独有一尊 一号的时光武士 没有出来 这么强横的武士 真是逆天 风白与暗暗震惊 语气也有一些羡慕 这下 我们纪元门 可以说是再度增强了 999尊 时光武士 一释放出来 天军都要被打得到处乱跑 太强了 风摇光也点点头 起源之地 好东西真多 起源王朝的人 自己不进来获取神物 真是守护着一个金山去讨饭 哪里有这么简单 要不是我掌握了纪元之道 瞬息之间 洞彻科技文明之奥秘 一时之间 也难以降服这些时光武士 我是最善于推算文明 要是换了一个 和我同样级别的 天军前来 虽然也可以用暴力降服 但是时间绝对没有这么快 一旦拖延久了 引起起源之地 一些古老意念的窥视 前来击杀 那我也要陨落 方寒摇摇头 不错 这里999尊时光武士 只有二号到一千号 而真一号武士 就是时光之主 远远超越了这999尊武士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可惜的是 后来被斩杀了 陨落了 仅仅剩下残留的意念 也徘徊在这起源之地中 弥宝也说话了 就在他话音还没有落下 突然之中 一股极其强横的意念 扫射而来 无数的明光 出现在九幽神风之中 随后在神光之中 出现了一尊高大的时光武士 这时光武士 和刚才又不相同 足足高大了十倍都不止 双手撑开 宛如巨人 身材却无比完美 似乎一尊无比完美的 时光之晶体 铸造而成的 别的时光武士 方寒可以看得出来 是时光之沙组成的 一枚一枚清晰无比 但是这尊时光武士 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时光之沙组成的 换句话说 那就是 时光之沙 已经完美地融合 成为了宝石晶体 这种力量有多强行 而且方寒发现了 这尊时光武士的身躯上 造化神器独有的 天地一体境界 居然也还拥有 这已经不是人 分明是一剑活动着的 造化神器 或者说是 陨落后的造化神器残片 时光之主 很显然 这又高又大的时光武士 就是时光之主 一号武士 它 蕴含天地一体境界 所向无敌 随意一个吐息 就可以击杀日月 随意一番手掌 就可以把无穷大地 都整个翻转过来 稍微一个意念 就可以诞生未免 随意一句话 就可以使得法则扭曲 好 这时光之主一出现 一声怒吼 风云狂动 顿时之间 九幽神风大作 比刚才猛烈了十倍 一根根好像天柱一般的 风柱龙卷 席卷而来 黄者卷入其中 直接灰飞烟灭 而在猛烈的九幽神风之中 时光之主大手一抓 顿时一片光明 天地转化为了 一片片晶莹的固体 似乎要把方寒等人 都封印在其中 这是什么倒数 方寒想也不想 挥手就打出了 纪元神拳 击破凝结的空气 瞬息之间 就和时光之主的 大手对撞在一起 轰隆 方寒纹丝不动 全身衣服烈烈作响 而时光之主 则是浑身金光向内凝聚 似乎是在浓缩力量 再度发出一击 好坚固的身躯 受到我纪元神拳一击 根本不动 就算是天君 被我这一拳 也得四分五裂 方寒心中震撼 但也明白 这时光之主 是一尊神物 简直不亚于刹那王袍 自己得到之后 只怕又可以增加 一个纪元的无敌修为 第1447章 炼制两主 传说之中的 时光之主的意念 还有残留的一部分 身躯出现了 这一出现 就是惊天动地 爆发光芒 渲染的一片血量 起源之地的规则 都似乎开始松动了 或者说是 时光之主残留的意念身躯 和起源之地的规则 彻底合二为一 他和方寒硬拼了一记 居然秋色平分 这是何等的修为 方寒融合了 五道十二古字之后 修为足足到达了 五个纪元的恐怖程度 相当于度过了 五次天地大破灭的 无敌天君 刚刚更是擒拿了 时光武士 领悟科技文明之最高精华 修为又有所增长 到达现在 方寒的修为 几乎是可以横扫 天君之中的大部分存在了 这个时光之主的意念 还可以和他拼杀 秋色平分 是个什么情况 难怪一般的天君 会死在起源之地 如果换了没有融合 天葬之关 刹那王袍的方寒 也会死在这里 没有半点悬念可言 不过 方寒对于时光之主 是垂涎三尺 这是一尊活着的神物 一旦得到炼化入身体 那自身修为 又会真正暴涨一个纪元 到达六个纪元的恐怖程度 而且 时光之主炼化之后 好处也不是一般的多 会真正地把科技文明 推到巅峰程度 纪元之道更进一步 对于领悟无上先王之道 有巨大的作用 方寒修成天君之后 并没有不思进取 相反他求道之心 更加的剧烈了 下一目标 就是寻求先王的境界 虽然现在 整个诸天万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有的先王都已经消失了 但是却有一大批 无限接近于先王的老古董 首先是终结圣王 其次是法界之主 武界之主 佛界之主 龙界之主 鬼界之主 洪荒天君 混乱天君 和一些不知名的存在 这些老古董 都在冲击先王之道 或者是等待这次天地 大破灭来临 永生之门再度出现 会喷射出来无限物质 那个时候 就是真正的机缘到来 一大批天君巅峰的无敌强者 都会发狂争夺 获取最大的机缘 晋升为先王 方寒也想奋一杯羹 不过他知道 现在的修为虽然强大 但毕竟沉淀浅薄 比不得真正经历过了 机缘破灭的大老古董 不过现在起源之地 有很多神物 是一个绝好机会 向别人 就算是得到了时光之主 也无法炼化 反而要封印起来压制 而他却是不同 有炼化造化神器残骗的经验 更有独特的机缘之道 吞噬诸多文明史 几乎是无物不化 他没掌握一件 神物 就可以推算出神物所在的文明史 然后彻底熟悉之后 融合神物 不像别的人 虽然也可以 炼化别的功法 但是一种神通炼化的越多 也不是越有好处 很难融入一炉 这样不显得纯粹 力量大则大了 对于境界的提升 反而有一些阻碍 就好像是混乱天君 如果击杀了灾难天君 把灾难之道融入身躯之中 短时间之内 力量虽然大增 可以媲美盖世无敌的王者 但是时间长了 自身混乱的意志 掺杂进入了灾难的意志 两种意志不能够完美融合 就会产生冲突 平常没有什么 在关键的时候 比如天地大破灭 各种劫术来临 这种弊端就会显现出来 但是方寒的纪元之道 没有这种麻烦 它是融合得越多 诸多文明史越丰富 自身智慧就越来越清明 越来越洞彻周天之事 这就是纪元之道的妙用 统设无穷文明史 容纳无数意志 起源之地中的天君 对于方寒忌惮的 也就是这一点 纪元天君的名头 可以想象得出 不知道多久后 就可以传播到达诸天万界 好 和方寒应拼了一记的时光之主 分开来之后 经过了长时间的积蓄力量 突然再次爆发 又一拳 掀翻诸天 演化出无穷杀招 滚滚而来 那气势无敌无量 打得弥宝 风白雨等人 都直接闭上了眼睛 无比窒息 这一拳 如果没有方寒 迷宝 风白雨就要被击杀 死得不能再死 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方寒双手一分 赢了上去 他的拳影一分为三 化为连续三拳 一拳是造化 一拳是真理 最后是一拳才是起源 三拳一波一波 宛如大江跌浪 雨落乾坤 秋水长天 一气呵成 打得整个起源之地 都瑟瑟发抖起来 在这一刻 方寒才是整个起源之地的缔造者 那时光之主的所有法力 全部都被击溃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不过身躯却并没有一点破损 身躯之中的光芒 闪烁得更为强烈了 似乎只是短暂的击溃而已 下一刻 又会积蓄足够的力量 卷土重来 这时光之主 简直就是一尊不朽的武神 武道之巨魔 但是就在他被震退 拼命积蓄力量 卷土重来的时候 方寒出手了 他已经看出来了时光之主的破绽 毕竟只是剩下残存的意念了 而且 好像身体之中破损了 现在就相当于一尊死人之后 发生了试变的僵尸 每一次对拼之后 都要提气 积蓄力量 这对于一般的天军没有什么 对于洞悉了科技之道 无上精华的方寒来说 是致命的缺憾 方寒一出手 就是全身都化为了纪元神阵 笼罩而下 把时光之主包裹在了其中 开始彻底封印 那时光之主一拳打出 对着方寒的纪元神阵阵眼 就进行轰击 但是 拳头打出一半 阵眼之中 一箭王袍已经飞了过来 把他裹在其中 刹那王袍出手了 不得不说 时光之主的洞察力 非同小可 一被大阵围困 就立刻寻找到了阵眼 然后强烈轰炸 可惜的是 遇到了方寒这个变态 居然以刹那王袍作为阵眼 时光之主根本无法击破 反而就被包裹在了王袍之中 无法脱身 刹那王袍是单界之主 倾尽全力打造的衣冠 自然非同小可 包裹进入其中 时光之主也脱身不得 就在这危机关头 突然之间 虚空中一阵狼嚎 刺耳的音波震荡过来 这音波巨大的杀伤力 甚至可以 使得空间一阵阵的爆炸 一只巨大无比 好像太古战争之城堡一般的狼爪 出现了 对着方寒拍击而下 在狼爪的尽头 是一只狼头 人身 双眼绿油油 闪烁出无尽绿火 贪婪的狼神 这就是贪狼之主 刚刚差点破了起源之门 飞出去的无敌兽主 三个纪元之前 就已经无敌的 受到领袖之一 可惜的是 已经陨落 就剩下了本能的意念 但是这本能的意念 也不是普通的天君 能够媲美得了的 这贪狼之主 也极其的狡猾 居然呈着方寒封印 时光之主 绝大部分的力量 都分出来的刹那 进行偷袭 要把方寒和时光之主 一网打尽 狼爪之上 传达出来了 贪狼之主 残忍而贪婪的意念 终于有天君进来了 居然还和时光之主 拼得你死我活 让我占了便宜 抓不到了你们 我就可以借助你的血肉 重生复活 打破起源之门的封锁 重新降临这个世界 我要让天地 重新变化为野兽的时代 我贪狼之主 将代替救万兽之主 成为新的万兽之主 巨大的狼爪 镇压下来 贪婪的火焰 熊熊燃烧着 但是这一刹那 方寒所化的大阵 突然一下 消失不见 那青色的巨大狼爪 一下落空 怎么回事 贪狼之主愣了一愣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 一个影子就出现在 他的头顶上 巨大的纪元神阵 猛烈笼罩下来 一口珠红色的棺材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贪狼之主 几乎是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猛的一下 吸入了棺材之中 随后彻底消失不见 居然被天葬之官封印 原来方寒早就有准备 轰隆 一下用刹那王袍 封印了时光之主 再用天葬之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封印了贪狼之主 方寒落回地面 立刻盘膝坐下 整个人开始练化 强横无匹的力量 滚滚震荡而出 贪狼之主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会偷袭我 其实在起源之门 前面的时候 我用小宿命术 就已经斩杀在你的身上 刻滑下了命运的烙印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这次你不偷袭我 还不容易抓不到你 现在嘛 你就乖乖地融入我的身体 增强我的力量吧 不 为什么会这样 上次洪荒天君进来 破军之主 天杀之主 龙腾之主 越狱之主 震荡之主 诸多天主为杀 但是被他杀死了一大半 差点把他困在了这里 却最后 让他顺移了出去 今天怎么又遇到你这个怪物 嗯 洪荒天君进来过 也击杀了不少的古老凶横意念 得到不少神物 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方寒心中一动 全身突然化为了一张太极图 滚滚旋转 刹那王袍 天葬之关 成为两个小点 开始炼化两大古老意念 贪狼之主 和时光之主 启元王朝的人 你们现在来算计我 却不知道 我这么快就炼化贪狼之主 时光之主 到时候 让你们大吃一惊 方寒心中 冷笑连连 第1448章 祭坛 方寒化为太极图 以刹那王袍 天葬之关为阴阳阵眼 炼化贪狼之主 和时光之主 这是推算好的计划 一旦炼化 身躯再度强横 恐怕就算是洪荒天君到来 都奈何不了自己 当年 这两大凶神恶煞 一个是受到文明的 最高领袖之一 一个是科技文明的 最强横产物 出自永生之门中的 神物时光之杀 锻造而成 被方寒炼化之后 两大文明的 所有一切种种 都会被方寒掌握 纪元之道 会晋升 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未来日晋升先王 提供最为强横的力量帮助 和最雄浑的积蓄 天葬之关中 那贪狼之主残忍的嚎叫 响彻天地 不能够突破 被方寒镇压得死死的 纵横无敌永生路 混沌纪元又一年 方寒的声音也响彻起来 覆盖苍穹 震撼着起源之地 甚至连九幽神风 都停止了下来 他的气息 越来越强横 贪狼之主 毕竟是一缕意念所化 陨落的精气 并不是全盛时候的存在 而时光之主 身躯强横 却有致命的缺陷 元气聚拢 需要很长时间 两大有了缺憾 又陨落的强者 自然不是方寒这种手段毒辣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 杀戮决断之事 超级强者的对手 啊 方寒运转法力 永生之气滚滚而出 催动天葬之关 立刻那贪狼之主惨叫之声 更加剧烈 两久之后 最后一个长长而淒厉的长笑 然后在棺材之中 静止不动了 随后 无数的精气滚滚散发出来 在方寒的背后 凝聚成了一幅万狼笑乐图 狼 是一头头的贪狼 而月 是血红色的月亮 这是受到文明的至高巅峰 万狼笑乐图一凝聚而成之后 那血红色的月亮 击射出种种精华 把方寒体内的 横河杀术一般的晶体神国 全部都化为了血红的颜色 无数野兽奔腾咆哮 震荡不休 似乎方寒的身躯之中 刹那融合了无穷野兽之凶性 这是受到之文明 融入了纪元之道中 一下炼化贪狼之主 方寒身躯滚 太极图力量更加雄浑 运转的法力强横无比 咔嚓咔嚓 就听得到晶体碎裂的声音 是那时光之主 被方寒碾压的破碎 无数的倒数在滚滚旋转 科技之文明 再次融入身躯之中 方寒的太极图 一下散开 化为了自己的身躯 高大完美 稍微一运转 无数的文明 就此起彼伏地生腾 贪狼之主 时光之主 真正地融入了自己的身躯中 它现在的力量 几乎是再次突破 几乎是到达了六个纪元的巅峰 堪堪要突破 到达七个纪元的恐怖程度 也就是说 它现在的法力 智慧 力量 都可以媲美混乱天军 贪狼之主 时光之主的所有力量 都融入它体内 纪元之道 到达了一个新的篇章 方寒稍微一个吐息 翻天覆地 宇宙化为虚无 站立起来 所有的杀念 起源之地的各种规则 都围绕它的身躯震荡起来 整个起源之地的规则 对它没有了一点的束缚 纪元之道大劲 威力暴涨 推算之道 也是水涨船高 对于起源神拳 起源之力的推算 方寒也可谓是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新的天地 刹那之间 它一双眼睛 洞彻万古 似乎是看穿了整个起源之地的面目 无数的起源真气 到处旋转 这个虚空中 更是隐藏更多的神秘国度 一层一层 危险无比 简直是相当于天庭十万大洲一般的广阔乌涯 显现出来了起源先王神秘莫测的无上手段和修为 在方寒的神眼之下 整个起源之地的禁法再也无法对它进行封锁 它一眼就看见了 在这起源之地的中央 一尊巨大的祭坛 耸立在空中 这祭坛 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 比世俗之中 一个大世界还要广阔巨大 那祭坛 呈现出灰色黑 是岁月斑驳的痕迹 留下了无穷的纹理 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天地大破灭 流传到达现在 这是 方寒身躯一阵 这尊祭坛 不是传说之中 修炼大祭祀术 献祭生灵 元气 灵魂 法宝 就可以换取祭祀之力的那尊神秘祭坛吗 在天庭的时候 曾经传闻这祭坛的秘密 许多天君都寻找了很久 可惜就是无法抓捕 原来 这祭坛的真正本体 在起源之地中 是起源先王遗留下来的传承之祭坛 好像一座诸天神灵 用来祭祀上苍的祭天坛 耸立在起源之地的深处 谁都无法抗衡他的力量 这力量汹涌无匹 一波一波 上面无数强横而古老的意念 交织着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纪元遗留下来的老古董 陨落之后 被起源先王收集了强横的精气 封印在祭坛之中 不过那祭坛之中的强横意念 和外面的时光之主 贪狼之主 既然不同 时光之主 贪狼之主 那是凶横 霸道 毁灭的凶神恶煞之念 无法降服 但是那祭坛之中的古老意念 就是温顺 善良 被祭坛驱使 为起源王朝 提供力量之源泉的所在 现在方寒知道 只要弥宝一进入 那神秘祭坛所在的位置 就可以得到祭坛上的传承 庞大的力量精华贯注下来 使得他的修为突飞猛进 到达天军的境界 冲破天地束缚 占据天军大位 当然 方寒除了看到那神秘祭坛之外 还看到了这起源之地 无数异度空间之中 许多强横的意念在折服 随时都出来吃人 杀人 哗啦 方寒陡然一阵冷哼 大手一抓 延伸了出去千百万里 把苍穹都直接震荡地塌陷了下去 随后就看到了一片冰冷阴暗的时空 一下破碎 里面一尊阴影扭曲着 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那尖叫之中 巨大的阴影 被方寒抓在了手上 动弹不得 这阴影 其实是一尊魔神 头伸双脚 四肢修长 面容猙獰 阴暗 杀气腾腾 如绝世之刺客 随时都会偷袭 击杀人一般 最擅长潜伏 隐忍 这是 忍戒的阴影之主 传闻之中 延续了许多纪元的忍戒 强横天君 也陨落了 被封印在起源之地中 弥宝震惊道 忍戒 方寒提取自己庞大的记忆库 刹那之间 就知道了 忍戒也是诸天万界之中的一个极其神秘的世界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叫做忍者 也是属于一个文明 忍者之文明 擅长刺杀 暗算 潜伏 各种事情 躲藏在阴暗之中的一个文明 杀伤力极其强横 而方寒突然一下抓出来的一个阴影 居然就是忍者文明之中的一个创造者天君 阴影之主 不过 传闻之中 忍戒最为强横的不是阴影之主 而是忍戒之主 几乎是可以和法界之主媲美 都是一批无上老古董 正在冲击先王之道 不过 面对这些老古董 方寒却正在一步一步 坚实地迎头赶上 迟早有一天 纪元天君会变化为纪元先王 超越诸天万界之主 踏入诸天万界的真正巅峰 忍戒的阴影之主吗 虽然不如贪狼之主 更不如时光之主 但是很好 好 正好让我 通过你的意念 得到忍者之文明的传承 融入我的纪元之道中 方寒大手一抓 就把这个忍者之文明的阴影之主 捏得凭空爆炸 无数阴影经过了纪元真火的忌炼 进入方寒的身躯 立刻晶体神国之中 就多出了许许多多黑衣蒙面 潜伏刺杀的忍者 每一尊都蕴含了 无上的忍耐之意志 无上的残酷之意志 无上的刺杀之意念 刹那之间 方寒就再度掌握了一个文明 忍者之文明 无上忍道 刚才 是这个阴影之主 潜伏在虚空之中 准备偷袭方寒 但是却被方寒一下发现 大手打破时空 把这阴影之主擒拿杀死 获得了忍者之道 这起源之地 简直是一个集中 无数文明传承的封印地 方寒深入其中 好处巨大 几乎是如鱼得水 突飞猛进 再次升华 如果是起源之地的六大天君 知道了这一切 恐怕会后悔莫及 甚至根本不会让他 进入起源之门中 方寒这一手 直接就灭亡了阴影之主 立刻就震慑住了 许许多多的凶恶意念 在起源之地诸多时空中 那些凶恶意念纷纷地退缩 似乎被方寒吓到了 一连死亡了贪狼之主 时光之主 阴影之主 那些凶神恶煞之 古老意念也不敢出来 都隐藏到达 更深的时空之中 弥宝 我已经看穿了起源之地 更看到了 那传承之祭坛 先带你去传承祭坛 接受传承 修炼到达天君 然后我再横扫 整个起源之地 把所有时空 全部毁灭 所有古老意念 全部炼化 把自身修为 提升到达 万界震撼的地步 方寒抓起弥宝 风白雨等诸多人物 刷的一下 飞了起来 竟然比起 在外面更为顺利 流畅 这是他彻彻底底领悟 透彻了起源之地的结果 可以说 现在的他 对于起源之地的领悟 已经是起源先王麾下第一人 第1449章 弟子全灭 上 方寒带领着 弥宝风白雨风 摇光小黄四人 飞向起源之地的中央的 那巨大祭坛 一路上 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气息勃发之间 诸神诸佛诸魔 都退彼三舍 起源天军 在外面虽然威名 没有传播出去 但是在这起源之地 许多凶神扼杀的 古老意念中 却已经落下了 深深的印记 这些古老的意念 不再顾得攻击方寒 而是退缩 生怕方寒来杀自己 就在方寒飞向 古老的传承祭坛前面 刷刷刷 足足十多道光华 已经落入了 起源之地的中央 显现出一批人来 这批人 正是福生 和图 献祭 傲视 洛川 蝶恋六大天军 还有七为弟子天主 绝代天主 化道天主 虚无天主 诸神天主 风锐天主 刃痕天主 古彻天主 六大天君 七大弟子 一共十三人 踏入了起源之地的中央 看向远处 灰蒙蒙的一片 但是他们仰望 那传承祭坛 悬浮在虚空中 浩瀚地运转着 就好像是一尊人 站在星球上 仰望天空中的烈日一般 风扇祭坛 我们终于抵达了 起源先王 风扇天帝所铸造的祭坛前面 谁都不知道 我们起源王朝 最为强横的神物 就是这风扇祭坛 可惜的是 风扇祭坛 只能够传承 不能够催动 要不然的话 天庭算什么 洛川天君 看着头顶上 不知道和自己相隔多少万里 巨大无比的祭坛 震撼着道 咱们终于进来了 起源之地的法则 比外面兼顾万倍 你们觉得如何 和图天君 对着七大天主道 化道天主震惊道 弟子这才知道 起源之地的厉害 我们进入其中 居然连飞行都困难 没有天君的守护 那是必死无疑 不知道现在那方寒 带着的弥宝 怎么样了 哼 那贪狼之主 已经盯上了方寒 肯定会联合起源之地 许多古老的凶神恶煞对付他 上次洪荒天君进入其中 居然被十多尊凶神恶煞围攻 幸亏洪荒天君强横无比 一一击败 取得神物出去了 浮生天君冷笑连连 说不定 他现在自身难保 也是他吸引住了那些古老意念的注意力 我们才得以进来 以他嚣张的个性 在起源之地中 肯定会引起那些凶神恶煞的注意 从而深陷泥潭 不能自拔 说到底 还是被我们利用了 使得我们能够顺利来到这里 接受传承 这批弟子得到传承 晋升天君的话 联手起来 可以把纪元天君 斩杀在这起源之地中 傲视天君冷冷地道 我晋升到达无上天君 一定要拿着纪元天君的鲜血 来祭祀我的大报 风锐天主嚣张地道 传闻之中 晋升天君之后 立刻杀死天君 进行祭祀 会对于自己的信心 有极大的鼓舞和凝炼 杀纪元天君正道 是我必然的手段 刃痕天主大吼一声 纪元天君 只配在我的脚底下沉浮 舔我的脚趾头 古车天主比所有的人都狂傲 正是如此狂傲的心 铸造了他的强大 对了 洛川天君 洪荒天君和恐怖天君 正在祭练那件神物 就要祭练成功了吧 一旦成功 就可以进入起源之地 收取这风扇祭坛了吧 收取祭坛成功 我们诸多天君一起催动 也不怕天庭的三十三天之宝 何图天君问道 不错 风扇祭坛一催动 就等于是上古先王 风扇亘古 蝶恋天君说话了 除非是造化仙气 否则谁都不能够抵挡这一击之威 陷在天地之间 已经没有造化神器了 真正的三十三天之宝 造化神器 被殿母天君大命运术召唤出来的 永生之门击破 而神族始祖圣王的造化神器大幅 则是已经受缘禁了 快要陨落 这个天地之间 先王已经消失 造化神器也不复存在 好了 不要说这么多 你们七个弟子都准备好了 接受祭坛之传承 不过要激发祭坛的力量 我们得要催动扶照 上升天界 到达祭坛之中 才可以让你们接受到传承 现在开始吧 把你们的本命名字书写在扶上 我们催动传承之扶照 洛川天君挥挥手 立刻之间 七大天主的脸上 都显现出来了七代的眼神 每一个人身躯之上的精血 都显现出来 化为了一道符 上面书写着自己的名字 代表着自己的传承 要升腾进入那祭坛之中 而在六大天君的手上 出现了一道道的传承之令 正在运用法力 激发传承令 融入那些七大天主的 本命灵符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远处一道光芒 破空而来 震惊了在场的六大天君 六大天君吃了一惊 纷纷看了过去 就看到了一股强横的力量降临 方寒 弥宝 风白雨 风遥光 小黄出现在了面前 居然也降落在了 这起源之地的中央 哦 诸位 想不到你们都进来了 不是说 只有弥宝才能够接受传承吗 方寒一降落下来 就看到了这十三人 脸上显现出来冷冷的笑容 原来诸位打算着的是 吊虎离山之计 让我和弥宝 进入这起源之地中 吸引那些凶神恶煞古老的意念 可惜的是 没有想到 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起源之地的中央 打破了你们的计划 方寒虽然早就算计到了一切 不过也要说出来 看看这些古老的天君怎么说 你就是方寒 起源天君 我看你也不怎么样 一尊天主走了出来 是丰锐天主 上下打量着方寒 脸上显现出来了讥讽和百民的挑衅 你是这一个起源之中诞生的天君 有什么可以值得狂傲的 来到我们起源之地 就要按照我们王朝的规矩来做 难道我们做什么 还要向你汇报不成 不错 你是什么人 以为修炼到达了天君境界 就可以耀武扬威 我们起源王朝 是什么地方 任恒天主也站立了出来 脸上始终是淡淡 自信 而强大无比的笑容 这一个纪元之中诞生的天君 也没有什么 我倒是想看看 你有多么厉害 敢和我一战吗 废话少说 我们先不理会此人 接受传承 净声到达了天君 再杀他正道 古车天主大吼一声 管你是什么纪元天君 什么防寒 都滚一边去 否则杀无赦 嗯 方寒看着这三大天主 一个比一个狂傲 眼神突然镇定了下来 却不看着三人 而是对福生 河图 洛川 这六大天君道 这三个小蝼蚁 是你们起源王朝之中的人吗 哈哈 福生天君笑了 方寒兄息怒 息怒 年轻人吗 狂傲一点 也是应该的 这样显得有锐气吗 成就更大 听说方寒兄不是天君的时候 更加狂傲 现在晋升天君了 也要多多提鞋提鞋后背 不要和后背一般见识 不错 几元天君 我们这次进来 倒不是利用你 而是也要接受传承 考虑平衡 弥宝一个人接受传承 毕竟不妥当 也不公平 河图天君淡淡笑着 点头弹指 并不当多大一回事情 这样 既然方寒兄也杀到了这里 那就等待一会儿 我们先接受了传承 方寒兄再带着弥宝 接受传承吧 傲视天君冷冷地道 哼 不错 弥宝一个外来者 我介意他这次的传承取消 风锐天主冷笑连连 并不罢休 似乎是看准了 六大天君会守护自己 他已经被逐出起源王朝了 任恒天主道 我晋升天君 必定要让你们都臣服 还敢杀死不败天主 你们以为这个仇恨 真的可以一笔勾销 这起源之地 还敢狂傲 古车天主更是言辞激烈 好了 洛川天君挥挥手 方寒兄毕竟是纪元天君 你们也不要说了 对天君要尊重一些 有些话 等晋升到达了 天君才能够说 知道吗 这番话 虽然是训斥这三个人 其实是在鼓励 谁都能够听得出来 方寒兄 就这样了 让七大天主 先接受传承 弥宝再接受传承 我们帮助他们 护法如何 蝶恋天君道 什么 这三人罪大恶极 该死 居然还要接受传承 如果纪元门的人 统统都要死 风摇光说话了 你们真的以为 可以把我们纪元门 不放在眼里 简直是一个笑话 什么 纪元门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我们天君之间的对话 你还敢如此 浮生天君脸色一沉 给我滚开 小贱人 信不信 我现在就撕了你的嘴 古彻天主 背负双手 淡淡地道 方寒兄 管教下你的手下吧 浮生天君道 方寒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不说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地开口 启元王朝 不愧是启元王朝 这几个弟子 我看也就不要晋升什么天君了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就是死 什么 方寒 你这是什么意思 洛川天君立声道 没有什么 不但是他们 连同你们 都要死 启元王朝 没有必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